写生是利用画笔一笔一画 将眼前美好的景色描绘下来的方式 相同的景色透过不同人的诠释 会展现出不同的美感 这就是写生独特的魅力 新竹在地画家发起新竹写生日活动 邀请各地画友们一块来写生 速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那我们的这个速写活动呢 是不分年龄大小 然后也不分到底是不是科班毕业的 只要有兴趣的 拿起你的财笔 那运用你想表现的手法 把我们的新竹市的美景 都可以信收在自己的画面里面 那这一次是配合1916园区的樱花季 那邀请了全省各地的同好 来新竹这边共聚 然后一起创作 那场面非常的热闹 而30位画友们聚集在新竹美术馆前面 拿着画好的作品一起拍团体照 为这次写生日留下美好的记录 而最后还会选出40件的精彩作品 日后作为成果展出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新竹市文化局 办的第一届的写生活动 那今天参与的人数非常众多 也很高兴可以跟很多前辈交流 那今天的作品有水彩油画粉彩 那我本身是以水墨的作品来呈现 是以黑白的作品来表现 一个新竹市的特殊的文化风采 很高兴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跟各位前辈交流 写生的内容包括新竹公园 美丽的樱花 九曲桥 丽池湖畔 或是新竹火车站等地 有的色彩缤纷 有的是黑白水墨画法 艺术家们用不同的方式 一起为新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开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